这种眼睛不是一天两天 还需要不断地生活 就像我们上次举例子 原则拍一个 台湾钢灰上红的反光 到过那个地方人很多 他能看到 我要去过我就没看到 我就要在相当回事 原则你是有意识拍的那个反光 还是当时就是要拍那个反光 就是看到的 那个人没人 只有我 我们两个人 我就绕着这个舞台 他肯定看到了才拍啊 对不对 你没看到了这么拍大场面 比如这个中正纪念堂 都拍这个 你知道天晚上也要看一个大天晚上的大量都拍这个 如果天晚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那你就不断地 这个发现就很难了 特别是时空见惯的地方 他能发现人家见不到东西 那真实不断地 真实不断地 真实 所以适应的他的味道就是这张照片 就是上面那张画画就是他的照片 那张照片 这不是演的 这是真的 因为他的老板开这个店 他去发现这张画画出来以后 门厅落实了 门口啊 老呦人 你看 就是这个店 后来他发现很多人在这前面有各种反应 他都没开相机搁那儿 那时相机还比较老实 也没电动 遥凤还拿皮球拉过去那个 躲在那个地方 拍了好多地方 你看 他发现了 小伙子的情态 小鲜肉看了这个 你看这个 他不是拍一张两张 拍了一组吗 这就摄影叫这个 罗伯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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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你看 他从旁边放了一张楼梯罩 来得到他那里 他从旁边放了一张楼梯罩 对 每个都是看前面的 对 你没看 就是那个男的偷偷在看旁边 对 就是啊 要看老婆在啊 对啊 偷偷在 所以很有意思 你看警察就干预 想看就不拿他 想看警察要罚款了什么 有红包拿了 你看 哎呦 这老太太说还了得了 翻天了里面这个店 哈哈哈哈 所以说这在二战前的照片 四十年代初 嗯 教授 他的老板是不犯 啊 啊 嗯 嗯 往前面这一张 嗯 再过一张 就是那老太太那一张 嗯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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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右边那个人 嗯 需不需要在那里 嗯 一个脸 一个签了一半 啊 需不需要 也可以不要 也可以不要 是吧 他是完全是 就是不看取景楼盘 相机搁在哪个地方 嗯 嗯 嗯 他人来看 他拍了很多废片也有 噓的 动的 他有一本画写 他讲他拍照的 他就发现这个事情 所有人的表情 他选择什么 这是 对 他有目的的 嗯 各种监督不同的人 反应是不同的 嗯 透视法国社会 众生相了 嗯 最后他认为 最成功就是这一张照片 嗯 都是这幅油画惹的祸 嗯 我把他都忘了 这也是个发现 柏林坎六亿年建立以后 很担心冷战变成热战 那么这个作者呢 就是柏林宋 他告诫人们 战争是非常危险的 不应该反对 所以他等啊等啊等 等那个二产党 军人路过的时候 把这个放进去 对柏林坎的担忧就出来了 如果包括柏林坎 有人站岗 就不应该这样 嗯 就是他的作品 摄影就是 把一个人的头脑眼睛 和心放在同一个左线 这句话很深刻 就是说 我为什么把这句话放上去呢 西方人我不知道 中国人讲心 心 西方人讲头脑考虑问题 中国人讲心考虑问题 这个很怪啊 就是医学上讲心是不能思维的 心就供血嘛 是吧 那么 那么 柏林坎发心话呢 就学了东方的这个哲学了 中国人觉得 有没有良心 有没有就是说 心之开窍了 有没有感情 有没有心 竟然是头脑的问题 所以现在他认为 光头脑直接热起来 可以 还有一种感受被突然 深层次的情感问题 在这 这句话理解的意思 是什么心 这是发现法 就是等再结束了高巴乔夫 跟李登总统第一次会见 他们中间两过之间 那么现在排泄中 照片人很多 像这次特朗普来 和习近平在一起 都是握手而欢乐 中间实际上有各种表情 不可能是这样 就看着有没有这个心 因为这个记者认为 苏美两个不可能统一了 真正的多有个小九九算盘在背后 所以他在现在 首先心里有这种弦 当这个表现出现的时候 他就抓紧了 而不是握手啊 戴着假面具啊 丢光啊 碰杯啊 那些照片都是虚假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法国总统 从彭币的文化大革命到北京的情况 第一架飞机降下来是记者 法国记者降下来 那是周恩来总统 已经在机场恭候那个 法国总统 后面一架专记是总统 所以记者一下来 当然路标对周恩来去拍照 他特别感动 说当很多人打着雨伞 有人跟周恩来打伞 周恩来不要 领着雨啊 飞机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这一下发现 他说这个国家最高的领域接待的时候 你看 后面都打着伞 穿着雨伞 身上都领尸的 这个细节发现是不容易的 他就等待这么一个瞬间出现 飞机开门了 总统下来的时候 正后来招手 他竟然没对着法国总统 对着周恩来 给他的一张非常成功的肖像照 周恩来有三次这样的照片 第一次在斯里兰卡 五十年代访问的时候 暴风雨 在主题台上 也是所有人穿着雨 给他 他说下面群众都在领着雨 我不能穿 那时候他还比较年轻 打扇会 哇 全帐轰动了 那些他们的总统总理都脱了 都不敢脱了 这个是文化大革命后期 终还有一次 就是 76年6月份 凯达夫打成反革命 毛主席跟他平反了 让周恩来去看《大字报》 到清华大学以后 发现他在群中让他讲话 又下暴风雨 你要给他送雨 送雨 他不要 那红文病觉得 哇 这个总理太伟大了 这是七十年代后期 我见过三藏总理冒雨的照片 就是他一贯的那种风格 我们看到很多 信外数据的照片 都获得秘书 秘书打到三折 这张算是放火吧 你看这个发现多厉害了 他抽着卷大炮 拿着万高楼插在上 在七十年代末八年初 洋货进来以后 农村干物 选卖自己的了不起 有人找我谈话 给我换 知道带玻璃嘴的烟 那是很金贵的 他戴在耳朵上 就说明我跟农民不一样 我抽着这个进口烟 一天到晚这根烟 老叉就让不拿下来 当年的春光 就是这样 现在春光可不一样了 现在春光可有钱了 北京郊区春光 做的起烟比总理几多高 都进口车了 所以发现圣经呢 嗯 现在呢 最后都死一废齿 走破了会儿 那最后一张照片 在医院里开最后会儿 这是三种放火 这是栗子牌的 最后这个发现情节 很好什么呢 点钞票 看到没有 一场演出完了以后 一场演出完了以后 他们的冷暖人生啊 欢乐中带着眼泪啊 这个很重要 这个前点 所以他还跟他 精精计较 不仅分了云回云生 这是情节发现 这是情节发现 看懂了吗 这是天路上的 就是哥尔摩通 拉萨通啊 就是那个清藏铁路 我们不老说西方老说西藏 中间不自由 西藏有问题 西藏进了现代社会以后 喇嘛的生活 跟那个现代形状是融合一起 在车上呢 卧户车上呢 一个喇嘛 一个中国美女 坐在一起 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矛盾 各有各的生活轨迹 各有各的生活方式 都在我们中国和平 共处的 都包容的 一个呢 像中国鬼脸 什么呢 是那个面膜 喇嘛的当然不一样了 你家是另外一个 谢谢